这一次 山姆会员店为什么被盯上了 这段时间 以山姆为中心的会员店二选一大战闹得沸沸扬扬 先是10月22日 加洛福中国首家会员店 在上海开业当天发布至欠信 指责竟对施压供应商二选一 再是河马也跳出来控诉 在国内会员智商超中 山姆会员店可谓是鼻祖 早在1996年 第一家山姆会员店就在深圳落地 截至目前 山姆会员店在国内有36家门店 而据官方透露 预计到2022年底 山姆会员店在中国开业集在建门店数量 将达到40至45家 追随着山姆和Costco的脚步 国内会员制超市的发展 也跟着按下了加速键 零售业巨头们在一两年的时间内你知我感 抢摊国内一二线城市 上海财经大学电商研究所执行所长崔莉莉 告诉AI财经社 会员店的核心竞争力是供应链 只有把它做好 才能够为会员的需求提供 针对性的高性价比产品 但延展到消费层面上 为了留住会员 各家仓储 会员店之间 不可避免地开启了内卷模式 他们之所以愿意支付会员费 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在这个渠道里面 买到差异化的商品 以及在会员店内获得和普通超市不同的商品服务 而打造一个会员店 看起来只需要足够广阔的空间 高大的货架和大包装的商品 于是 新的现象发生了 大家发现了一个所谓的真实需求和增长之后 开始重复竞争 请兔队谈阅 鑶擦